救救救,小飞滚来喽 你这是怎么想的 玩具弟弟,你花一百块钱打三个英文 给我搞个表情 不要这样,你们都冷静一点,都理智一点 就是在,首先我要很严肃的说明 我怎么又开始咳嗽了 首先我要很严肃的说明 就是在我的直播间 未成年不要给我刷礼物 不要刷,因为什么呢 咱们成年以后 自己有收入了,上班了,工作了,有收入了以后 我们花自己的钱 自己想怎么花自己的钱可以 但如果说你未成年,你还需要花父母的钱 我是强烈拒绝你在我的直播间刷礼物的 强烈拒绝 除非说,你说你的父母说了 想让你是学下围棋的孩子 然后想让你学下围棋,跟我学下围棋 那你可以,说父母给上了个提督 让我跟詹英姐姐学围棋 那没有问题 我愿意教你下围棋 但如果你纯粹是说,我是一个未成年 但是我要来詹英的直播间,我要找乐子 你然后你给我刷礼物 我强烈拒绝 我建议你立刻停止 立刻停,一分钱都不要再花了 立刻停止这种行为 这是非常不好的,用父母的钱的话 就是咱们个人有能力了 工作了之后,我想怎么花怎么花 是不是 但是我也不建议大家在我的直播间 就是疯了一样的,就花钱 疯了一样的 谁的钱挣的都不容易 尤其是像这个洛欣姐姐的玩具弟弟 挣钱不容易 像这种花一百块钱就发三 就发三个英文 就为了发一个表情的这种行为 严厉批评 这就得要让父母知道了 要我是他姐姐的话 我就让他那儿跪一个小时 好好反省一下你自己的这种行为 这是什么行为 上头了,是吧 钱是,钱就是大风刮来的,是不是 不需要你出去挣 是吗 强烈的批评这种行为啊 你说,像24号晚上上了界 说想有让我想看个视频 或者说想会下围棋的 想请我给他付个盘 讲讲这个棋是怎么回事 想提高围棋的水平 那可以,这都没有问题 就是说 你花了这个钱 你是有一个明确的说 我想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 是不是 那这个完全没有问题 我想学习 或者说我有一个视频 想让战英看一看 这都没有问题 但如果就是像这种 花了一百块钱 不知道他要干啥的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啊 就你就,我就劝你理性 请你重新唤醒你的理性 唤醒你的理性 劝大家冷静 不是你中午给捷宝 打400块SC的时候了 哎,你这个又 这能,这能相提并论吗 你们 你们自己看看 他中午说的那是人话吗 有没有中午在科捷直播间的 你们自己看科捷那说的是人话吗 我发弹幕他又看不见 那我没办法 我必须得花钱 我必须得花钱发醒目留言 他说啥 说什么 想要我的圣诞写真 说什么 我私下跟他吃饭 或者我们玩的时候是一个样子 在直播间又是一个样子 说我的圣诞写真上的我 又是另外一个样子 想要我的圣诞写真 你想要我的圣诞写真 你要干啥 我就必须得发一个行不留言 我让他冷静一下 让他清醒一下 已经是开始 开始就是 说胡话了 他已经开始 要我的 你要我的圣诞写真干啥 是不是 说胡话了 他已经 所以我必须要及时的制止他 那我发弹幕 他又看不见 弹幕刷太快了 所以我没有办法 我必须得花钱啊 那他不知不觉 就花了四百块钱嘛 那么就不知不觉 没想到发了几个SC 就花了我四百块钱 真贵 好吧